我穿了一个这种有点绿不垃圾的衣服 所以我就尝试了有一点绿不垃圾的眼妆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 有没有啊 有没有眼绿 橙橙绿绿的 一点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Rainy 今天要跟大家做一期我最近的服饰类的分享 我一直在等ASOS和ASOS的包裹 你们说我今天有超多多衣服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你看 这是我今天终于收到了ASOS的包裹 你看的好像很多 但其实每一个里面就只有一件衣服 如果你们也是在加拿大或者北美怕被打碎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ASOS上面分担来一下 所以你们看的好像很多 但是我终于把他们都收齐了 然后下面这一箱 这一箱是Pixi Market的衣服 然后其实我有穿过这一件 上面有好几件我都还没有打开 我想跟你们一起来打开 我发现最近我做的购物分享还是美妆 就是没有再做开箱了 因为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看别人的开箱 因为我觉得打开箱子的时候 就只有一个觉得你买了什么 然后当时你会看到镜头里的那个人也很开心 所以说我就忍住没有把这些都打开 我想跟你们一起来 一起来打开 就是今天的服饰分享主要还是偏冬季的比较多 有一些毛衣 我把我所有能找到的衣服的链接 码数都会写在我下面的information box 就是信息栏 所以你要是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哦 还有就是你们会说 Rain你买了这么多衣服 那你原来的衣服怎么样 因为我最近有在给我的衣柜在declutter 那declutter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持旧迎新嘛 因为新年就是你肯定有很多 就是可能四五年前买的衣服 然后穿了好久 已经有点旧有点破了 你都不是很想再穿了 所以我就整理了一大堆衣服 还包括捐掉了好多 我看不顺眼 我男朋友穿的那些丑不拉近的衣服 然后都拿去我们local的charity的那个小兔子 那个小兔香 我妈妈喜欢说那种捐衣服的地方叫小兔香 然后我就一直喜欢叫小兔香 我相信你们不管你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跟应该街道里面都会有很多那种 就是donation或者charity的那种东西 就一个人的衣柜 就你不需要一百件衣服去填充满 但要学会就是合理的取舍 然后把你的一些旧衣服 可以捐给了慈善的机构 那鼓励大家去这样做 大家可以都把自己的衣柜就是清爽清爽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我最近都买了什么衣服吧 首先呢就从我身上这个衣服开始讲起 这个衣服我连吊牌都没有拆 因为我才买回来 买回来 买回来 我这两件都是H&M的 是我一起买的 那我就一会儿就不给大家发上身涂了 因为我已经这样子才穿着了 是两件的 它里面这件衣服就是一个很basic的一个打底衫 你们忽略一下 我下面穿的是我的运动 是我的运动裤 因为我刚刚去锻炼 这个衣服是一个这种丝绒面的 然后它有这种蕾丝的这种lining 我觉得非常好看 然后这个衣服我觉得还蛮性感的 就是如果夏天的时候 有点热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不穿里面这个 你就直接穿这个 然后把这样穿一个高腰的运动裤裤什么的 所以这边北美很多内子这样子穿 感觉就是那种韩国的潮流 也席卷了全球 因为这个感觉这种穿法应该是韩国的潮流吧 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我觉得也很适合我 然后我把这两件衣服的内衣都放到下面 它们是爱吃男的 其实我还想问你们 想不想看包包的分享 包包类型的分享 因为我之前做过包包的开箱 但是我最近 就是我现在买了一个新包 而且它还在路上 我超级开心 就是包包的东西有时候有点敏感你知道吗 就涉及到价钱啊什么什么 所以说如果你想看 给我这个视频下面点个赞 作为一个做视频的人来说 看到赞和看到评论 才是真的在跟你们在交流 我就知道 你们有看我的视频 或者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所以你们要多多给我点赞好吗 先把稍微评价一点的衣服先讲完 大概是1月20号下的订单 然后这些东西25号 26号空序都到齐了 从英国寄来加拿大 就五天 我觉得真的 我先插一个这个吧 做Sweater 这是Boo Boho这个牌子 只是一个 就是衣服都不是很贵 但是有很多非常鲜 所以我就想说 就要买一些 比较有场合的时候穿的衣服 怎么觉得有点大呢 这个衣服 是我错觉吗 Euro 36 一般我穿Euro 36就是正好 我等一下上身给你们看吧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件衣服 有点露肩 这种平肩款 用看吗 是这样子 那个袖子是有点这种 哗哗的这种喇叭 小有点透视的 但它里面其实是有带一个 你看看它里面不透明 因为它里面有带一层 这个白色的罩子 所以说你不会担心 它会把你的bra露出来 非常喜欢这种 很feminine 又很性感 然后很女孩子 就是性感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件 好好哦 你看这是Asos的首饰 我就不跟你们看了 下个视频再说 它就是Asos自己的牌子 是一个T恤 你们看 它就是一个T恤 但是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有一点线头 你看到吗 就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剪一下 我以为它这个roffle 就这个地方会更大一点 就是胸口的地方会更大 这样基本款的一个 露肩的一个T恤 它上面其实已经很女孩子了 所以如果要是穿的话 就可以就是这样子穿了之后 下面这个T恤 下面就配一条 就是普通的牛仔裤 料子还蛮好 是那种软软的黏的一件T恤 我这件衣服 然后呢我们来看下一件 这什么 哦 这是我订的一条围巾 我们这里其实还是有点冷的 所以平常我穿的最多的就是毛衣 配上围巾 有非常非常随意的感觉 超级大 我最喜欢这样子的东西了 你们看 啊超级温暖的 这个围巾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种大大的围巾 我之前有一条黑白的 但那个因为已经戴了两三年了 就是围巾的时候戴太久 然后就各种什么吃的啊什么的 就会蹭在上面 然后再去洗 它就没有原来那种质感了 所以我就买一条这个 我觉得超级好 超级好看 我好喜欢这条围巾啊 就是很温暖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你们看 就超级超级舒服 ASOS每一买45到夹地 就可以寄一单的 所以我每一单都是四五十五六十 除非你要买一件单价特别贵的 就基本上都不会被打碎 就可以多下几单嘛 我今天戴的这个小耳环 是我妈妈 我妈妈给我买的 在那个深圳的 什么创意集市 很久很久以前买的了 特别喜欢珍珠这样子的耳饰 然后因为它又是妈妈给的嘛 所以说我就经常戴这一副耳环 我觉得它特别的适合我 今天的唇膏 是一个染唇液 你们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有时候用染唇液的时候 就开始藏上手很漂亮 然后过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看它的话 然后你就跟同学玩啊什么回事 然后你再看 你的嘴巴就已经裂成 就那个颜色已经到一块一块的 那个就是染唇液 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上一个服饰类的购物分享 你们知道我有在 Shein那家网站上面 就是他们有寄衣服给我 后来很多人跟我说 他们家因为是北美版的淘宝 就很多衣服的质量 都很不尽如人意 就完全没有联系他们 就自己又下了好多单 因为我想看看 就是以一个用户的这种角度 而不是就是他们sponsor 一个博主的角度 去订一些我喜欢的东西 看看这些衣服的质量 真的好不好 什么值得买 它来的时候就是这种白色 这种带子装的 Shein也是好像是全球都可以寄的 尤其是美国 加拿大 45刀加币就可以免运费 我就把他们每一件衣服的link 找到都放在下面 而且80我是都是蛮喜欢 蛮满意的 我踩两三样东西的雷 把雷的东西放到后面 先给你们讲我喜欢的东西 这个毛衣 我在我的那个就是两边脸 什么贵价平价 妆容那个视频里面有穿过 真的非常喜欢这件毛衣 它这种粉色的 主要是它的领子 你们看到吗 然后它上面还有这种粗硬的这种大麻花 这个衣服我洗过也穿过 料子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柔软的毛衣的料子 我基本上订的所有的毛衣 都觉得还蛮好的 当然这个V的不是很过分 它正好到这个胸口的地方 就戛然而止了 就没了 所以你不会担心它太那个 也可以稍微把它拉开一点 把它这样平肩穿 它不是那种北美能够买得到这种款式 就是比较偏韩国韩泛的这种 然后第二件毛衣呢是这个 这个也是我觉得收到很惊喜 很喜欢的一件 这样子的 料子非常的舒服 是那种非常stretchy 很有弹性的这种滑滑的棉那种面料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到 就是它不薄 它跟我今天穿的这个有点像吗 但我这个是两件叠搭的嘛 然后这个就是一件的 它是整体一体的这样一个毛衣 墨绿色的 哎呀我觉得真的跟我今天穿的这样很像 然后它这个吊带的地方也已经就是缝起来了 所以它不会掉下去 你们不用担心 它是一体的 是一件的 拼接的这一块这个料子跟上面这个料子差不多 也是这种软软滑滑的棉线什么的也还ok 就作为一件就是20多刀的毛衣来说 这里可能有一点不好 但这个是在里面的部分 除了我会把它每一件衣服的链接放到下面之外 把我在这个网上买的一些经验还有我觉得你们要注意的就是下单的注意事项也写在下面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也要避税想知道更多你们可以去下面看 然后下一件毛衣呢是这样子的 我在上一个购物分享里面有一件黄蓝的那个那个毛衣大家很多人都去下单了 然后很多人都是很好穿 我也这么觉得 那他们又出这种就是拼接的蓝灰白蓝这样子的一个拼接的毛衣 我最近很喜欢拼接的毛衣款 它是军马的 所以我是1米58 50公斤 我穿上它我觉得正好 它是属于 我觉得如果是有size的话 它属于小马S 然后它的面料呢 你们看 就也是非常有弹性的 然后非常软的这种 绵绵的这种面料 这个毛衣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比较学生党 嘴边就是平常穿一穿 它这个料子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因为它很 它很有弹性 然后它又很软嘛 然后所以它是会那样 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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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两条裙子吧 这两条裙子我都穿过 然后先说这条墨绿色的 是不是超级好看 这个裙子有一点点大牌inspire的一个这种感觉 get the look for less 上次拿到我超开心 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我当天就激动地穿上了 我还发了一个Instagram 这个就是完全 你看它是一种Sweet Letter 那种鸡皮面的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 有点鸡皮 唯一一个我觉得它有点问题 就是它这两个口袋会有一点往上翻 所以如果你家里要是有运烫抖的话 就把它给烫平 就不会太往上翻了 然后它这里有一种寄带 你们看到了吗 就不想把它完全寄到最底下 我就从中间这里往上寄 然后寄到这里之后呢 我就把里面就打了一个结 然后藏在了这个里面 如果你比较心灵手巧一点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上面 它打一个蝴蝶结啊 它是有一点弹性的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它会特别挤什么的 然后第二条短裙呢是这个 这个我也穿过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配衣服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裙子 你们看它有什么特别吗 它不是完全的就是竖条纹 它有一条叫横的条纹 直接这样子过去 看到吗 它下面这里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这种护口的设计 你们看 就是这种限制的 它是没有什么弹性的 我觉得蛮有设计感的一条裙子 然后这个裙子应该是20刀左右 我是一个很喜欢穿A字裙装的人 当然它是这种非常经典的 黑白的这种拼接的设计 就很有大牌感 我是真的觉得穿上就不会显得 它像一条20块钱的裙子 正好符合我的身材 这都属于我没有采雷 觉得买的非常喜欢的东西 接下来两件也是我喜欢的 就是我在试衣上面订的毛衣的外套 一件呢是这个米白色的 然后一件是这个墨绿色的 米白色这个呢 里面呢你看就是这样子 就不是太能细看 但是呢你平常穿到里面 可能别人也看不出来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厚实 可以看一下 就这种非常厚实 又很舒服的 有弹性的这种面料 当手套的时候 我就超喜欢它的手感 非常的厚实 又那种丝绸般的绵软的感觉 我喜欢这个面料 就如果你们去买的话 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会有一点这样子搭下来 它又有一点那种七分袖 一个兜可以这样 我觉得平常就是 结局这样子穿穿的外面 它的料子是很硬挺 很舒服的这种 就稍微里面有一点点粗糙 在外面就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它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第二件外套是这个墨绿色的 我其实真的还蛮喜欢它的 我相信我等下放上身图 你们很多人都会很喜欢 就是现在那种韩系的 慵懒风的外套 就是那种抹茶的那种墨绿色 我觉得很温柔很好看 但它唯一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太大了 对于我来说 你们会觉得有点大吗 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大吗 我还要接着穿吗 只要你比我高 我才有一米五八 以上一点的女生 还有你平常如果是穿中马 或者是大马女生 你完全可以买这一 粗线脂的 非常舒服的这种 就是非常舒服 非常慵懒的这种面料 就是你平常就想要穿着它 如果配个灰色的 你们看就是非常的cozy 就是它 我希望它能小小一点 我希望它能够 就是它的肩膀 让我觉得有点快 我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属于跟风狗跟风 其实我很喜欢毛毛的小东西 但是我还没有一件毛毛的这种外套 如果你想给你的就是outfit 给你的look增加一点点 稍微比较滑贵一点的 会整个look会看起来比较贵气 这样子的 它还蛮好看的 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做工的这种感觉 它是假的毛 它foxfer就是假的毛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会有伤害小动物什么的 还蛮好看的一件这样子的 砍尖的嘛 我还没有把它穿出去过 所以我不知道它的保暖性怎么样 但是看它还挺厚实的 对然后呢 围巾我也定了一条 在湿衣上面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种有点虚虚的 我有一条黑白的这样虚虚 但是那个我跟你们讲 就是戴了太久了 就有一点脏脏的 然后洗了之后就不太好了 所以我又定了一条这个围巾 这个围巾应该放洗衣机里洗一洗 因为它有一种那种工厂出来 一种灰的感觉 这样子戴的 你们看 随意的软软绵绵的这种质量 这种感觉 走非常温暖路线这种围巾 我冬天非常喜欢戴这样子的围巾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经常就是穿着一个毛衣 然后再随便裹上一条这个大围巾 然后我的 outfit就完成了 就这样简单北美留学狗 所以如果你在加拿大 你知道就是这种围巾 基本上是在Aresia买嘛 就是Aresia有很多这样 所以它这个就是感觉像 Aresia Inspire Aresia一条围巾一百刀 围巾就十来刀吧 反正就是如果你喜欢这样类似的围巾 它的质量就还OK 好了 好了现在我跟你们说 我在十一年上面踩到雷的衣服 有一件东西 就我已经觉得质量太不好 然后我上次捐衣服的时候 已经捐掉了 我觉得那件真的质量太不好了 是一件大的外套 我把它的照片放到这里 我觉得对于外套这样的东西 你最好不要 就跟淘宝也是一样 外套最好不要在 就这么便宜的网站上面买 就是你也不能失望 它特别特别好的质量 所以我订来之后也蛮失望的 另外一件外套呢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我蛮失望的一个外套 我就跟你们听见 它这个五金件的这个声音 你们听到吗 就是很 就是讲的直白 就是比较cheap的这种五金件 你身上就会这样子响 我就觉得挺不好的 就是你这个做工其实不太能细看 它这个车线什么都是歪歪扭扭 然后加上它的这个五金的这个声音 那这个衣服呢 可能你们会有人喜欢 我不知道 你们会觉得这件外套很holdable吗 反正它没有达到我的预期就对了 你看 它拉链拉伤就是这样子的 你随便穿成的话 可能还可以吧 但是我不是很建议你们去买这个外套 另外一件彩雷东西 这个东西特别便宜 这件衣服在九刀 九块钱 四十五人民币 那它这个图片是很好看的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 就是袖子是这样开的 而且它这个平常那种好看的袖子 是有一点 就是它会 这个边边是可以撑起来的 是有型的 但它这个袖子完全就是 就是一团棉 就是完全就是不好看 我上身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领子是纯棉的 料子上面还OK 但是它的型真的很不好 所以说这个九块钱的衣服呢 就真的不怎么样 好我们move on 终于可以讲Pixi Market的衣服了 是这样子的 它的衣服我真的超喜欢 然后Pixi Market呢 是一家美国的 在纽约的买手店 所以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你下他们网站单独 非常的方便 我在加拿大呢 我买了这么多次Pixi Market 从来没有被打过水 它们家的衣服 单价都会高一点 就是从五十刀 到一百刀左右 这样子的一个单价 它衣服属于价钱 跟质量是挂得上钩的 而且你会发现很多 非常就外面买不到的 非常好看的 就是Instagram Worthy 那种款式 它这个衣服 我有穿的 拍过一次视频了 我才开了两件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件衣服 然后它这样子的 你看一个平间的设计 它这里有一个这个环 是一个这个ring 它是非常特别的 这种sweater top的设计 它下面就是一个这样 它是一件卫衣的这种材料 就是那种软软的 它里面呢 还有这种绒绒的衬理 所以你穿上不会冷 它里面有那种 暖暖的衬理 它虽然是漏肩的 但它是那种 有一点卫衣的款式 所以你穿上 就你不要拉太低的话 上学穿都很不错 因为我觉得还蛮雪上 红色有一种卫衣的感觉 然后下一件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子的边边 超级好看 它是那种 Gucci Inspired的 这件衣服 真的是我从去年 大概90月份 他们刚刚上架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但那个那次 我就没有订回来 然后现在我就终于 把它订回来了 它是一件这样的打底衫 它的料子呢 非常非常的绵软 非常的舒服 它的袖子呢 是这种五分袖 它这个袖口的地方 是可以系蝴蝶结的 也是它这个衣服 最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它在里面 就是当一个打底的衣服穿 非常的好看 它领子我也是喜欢的 是这种大的圆领 你们看到吗 有一点小高领 但是是大的圆领 就是Turtleneck吧 应该这个得 在英文里面 它最适合 就是穿一条 高腰的牛仔裤 然后把它扎在里面 这条裙子 这是我刚刚才拆开 哦 我给你们看 你们真的会喜欢的 是这样子的 你们看 现在很流行 这种拼街的 这种牛仔的这种风格 前段时间也有看 很多博主买 这种拼街的裤子 我觉得真的就很好看 但是我是一个 不是特别喜欢穿牛仔 有些是这种裤子 我个子比较矮 我腿也不是特别长 所以我每次穿这种裤子 都会觉得我自己 不从短短的身影 但是穿短裙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它下面还有这样子 你看 就是这样子 咔一截 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样有设计感 这样一条裙子 这个裙子呢 我定的也是一个小马 穿到我身上 真的是正正好好 但它是那种 很厚实 又很硬挺的版型 后面就是完全深蓝色 然后在这个屁屁的这个地方 有一点水洗的白色 所以我真的是迫不及待 希望我们这里天气 赶紧变到零上 这样子我就可以穿 这个裙子了 好好好 接下来的衣服 我都没有打开来 我就给你们一起来打开 这件衣服就是我被 Jen 就是Closing Counter 那个博主 我超喜欢Jen 她是小天使 好好好 不要去表白 这个是我被她种草 她在她的Winter Look Book 有穿这件衣服 就是Pixi Market 看了蛮久的 是一个 它不是很舒服 有一点点渣渣的 我觉得 这样子的衣服 你们看吗 它这个地方最特别 它是有一点 这样露领口的设计 这个线织也是非常漂亮 非常整齐的 这样子的一件毛衣 上面写着Pixi Market 应该还好 但它就不是属于 最最最舒服 轻肤的毛衣的类型 它就是有一点点毛 有一点毛感 有一点小高领的设计 这我不喜欢买 完全高领的 因为我的脖子不长 完全高领就显得我 就是绑大 脖子粗 就是不好看嘛 所以我一般喜欢穿 稍微就是小小的高领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是我超期待一件 这件衣服真的超 好舒服 不太可爱了 是这样子的一件 你们看 是这样子的一件衣服 好把蝴蝶结都系好了 它是这样子的 你看 它上面全都 它这个边边 上面全都是蝴蝶结 超级可爱 里面的也是我刚给你们看的这种 融融的这种面 所以它穿到身上就是很舒服 它里面就比较有保暖性 它是一件这样子的一个卫衣 好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件 你们看 这个也是那种有圆环的金属的圆环设计 这件衣服非常舒服 这个衣服非常的舒服 好喜欢 你们看 它是一个有这样子的领口的一个衣服 很软的这种 很stretchy的面料 非常轻肤 它是有一种那种自带choker的效果 你们看到吗 就它正好这个choker会在脖子这里 我不知道这个上偶身会怎么样 我等一下穿起来给你们看 因为我平常不太喜欢带choker类的东西 因为我的脖子不是很长 但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尝试 因为当时看到我就觉得特别的 就是sexy 特别的好看 所以我上身看一眼 它下面是一个这种 有一点露 露锁骨设计 人家衣服呢 适合做一个里面的一个打底 他们家的衣服都是蛮有设计感的 街上不怎么容易赚款 可能就没有H&M吗 什么什么 这么容易被赚款吗 最后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买了一件外套 我刚刚跟你们说 那个超级便宜的外套 叫你们不要买 我给你们看一个 我最近买了一件外套 是Club Monaco的 你们看 我要把它叫我的韵一下 它的吊牌都没有拆 这个是我在去Calgary买的吧 外套单价是有一点点贵 是300多 然后但是它打了整个200多 然后现在我去看它官网上 有extra 30% 确实打了整个应该就100多了吧 我就觉得非常划算 Club Monaco这个牌子 你们看 Club Monaco比较年轻的白领化的一个牌子 这个外套穿起来真的特别的好看 它就是这种两边这样子分开 就是打开的这样子 会是带一条这个带子的嘛 所以正常的大家穿法 就是把这个带子围到前面 然后这样记住这样子穿 这个就是大家最多人穿的穿法 然后这个衣服就是你不要把它堆放在内 因为它会容易起皱的 所以我今天也想给你们看一下 我就把它烫了一下 然后还有它受给我的一种穿法 就是你把它的领口 就是这样子一边就是放过来 一边这样子 它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非常优雅的一个立领 就那种非常优雅的白领的气质 就会出来了 如果你是处于北美的话 尤其是加拿大的话 这个衣服在官网上面现在是打折的 然后还有不同的颜色 黑色是最百搭 最好看的一件这个衣服 啊 终于说完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 这是我最近买的衣服 我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记给我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是这样子 这些视频就全部内容啦 我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愿打得有美好的一天 拜拜